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可以說是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在昨天的時候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 上班農的節目 作戰室的時候接受訪問 他在節目當中作出了兩大預告 第一他預告在美國時間星期三 阿里桑拿州議會召開一次聯席會議 在會議之上 會認證特朗普贏出了阿里桑拿州的選舉 當然這就等同於翻盤 因為按照現時普選票的結果就是拜登贏 第二個預告是什麼呢 他就說在喬治亞州將會有大事發生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講朱利亞尼的第一項預告 他就說 阿里桑拿州的立法機關 將會尋求在明天 即是美國時間星期三 通過一項決議 以認證特朗普總統 就是這次大選的獲勝者 他就補充 阿里桑拿州的議員 將會召開一場聯席會議 提出認證 雖然這一場的聯席會議 今天就開不成 但是到明天 那些州議員就會回來 朱利亞尼就說 希望 阿里桑拿州的立法機關 能夠在聖誕節之前 完成到這次的認證 他的預告就是這樣 那麼究竟他這個預告會不會實現成真 其實在這幾天就會得到一個最終極的答案 我就一直跟進這個消息 如果是有最新的進展 我就會再跟大家說 當然你說在理論上 朱利亞尼的這一項預告 是否可行 我們就看看 阿里桑拿州的參議院 有30席 共和黨就佔了17席 而在眾議院就有60席 共和黨就佔了31席 換言之 共和黨在 阿里桑拿州的參眾兩院 都是處於一個過半數的優勢 如果真是說要推行這個 聯席會議的認證 是不是可行呢 事實上就是可行的 不過究竟在操作上是不是那麼順暢 這個就另一回事 至於朱利亞尼就提到 說阿里桑拿州議會 將會召開一場的聯席會議 究竟是用什麼機制去觸發 這個也是很關鍵 過去我們一直所聽到的版本就是 這個州議員 他們主動來作出聯署 一旦達到某一個門檻之後 就能夠促使到州議會召開一次的特別會議 而在這次特別會議上 那些州議員就能夠提出 按照美國憲法 賦予給州立法機關的規定 收回那個選舉人的任命權 本來就是州長來去任命 現在 一般50個州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 州議會事實上是可以收回這個任命權的 以往我們所聽到的版本就是這樣 但是究竟這個方式有什麼阻滯呢 主要來說 就是這一種方式 其實是很依靠那些州議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萬一有些人是抬慢的時候 就變成在聯署的門檻上 都達不到 根本上就連那個 特別會議都召開不了 當然過去 這兩三個星期我們都看到 當朱利亞尼拋出了這一項的建議的時候 其實 當然有部份州議員就是很積極 但是積極的人來說 始終都是佔少數 絕大部分都是來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等著西瓜靠大邊 結果在目前那七個具有選舉爭議的州當中 沒有一個州能夠成功召開得到特別會議 變成了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就空焦急 因為有些州議員事實上就是不丟不丟 懶懶閒的 當然可能有部份也有難言之隱 不知道是不是跟大陸有一些往來 又或者他們有什麼把柄被抓住了 諸如此類 他們就有很多考慮 這個必然 或者有些人純粹就是看特朗普不順眼 都有這些人存在 所以這個主動觸發的機制 其實就相對困難 至於另一種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被動觸發機制 那怎樣來觸發得到這個特別會議的召開呢 就是由副總統彭斯運用他參議院議長的權力 叫這些州議會來釐清 究竟你哪一份選舉人團名單才是準確的呢 大家都記得 在12月14號選舉人團投票當日 一共有七個州出現了鬧雙包的情況 即是說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選舉人團都有去到投票 這樣的情況就很吊詭了 雖然這七個州的共和黨分佈 他們都說 這個選舉人團的投票就是先投 一切都要等到特朗普的官司贏了 那個判決對他有利 才有效 但是在憲法上和法律上 參議院議長彭斯 他就有這個權力 將這個波交給這個州的立法機關 由他們來釐清 究竟哪一份選舉人團名單 才是為之準確的 彭斯是有這樣的權力去做的 如果他真的運用到這項權力 要求這個阿里桑拿州議會 去澄清的話 事實上這場特別會議 就算你是硬不願意也好 都要被迫來召開 所以就不需要搞什麼聯署 或者搞那麼多大農諷 到其時共和黨參眾兩院議員 去到這個州議會的時候坐定 你投票表決就可以了 起碼來說 就節省了很多在表態方面的 麻煩或者尷尬 諸如此類的事情 那時候叫你去投票 是不是 事實上看到 在參眾兩院你都是過半的 阿里桑拿州 理論上 只要絕大部分的共和黨籍 州議員 他們肯歸隊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能夠認證得到 特朗普在這個州的大選當中勝出 到其時會用 共和黨的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這個就是比較簡單 至少你省卻了很多程序 因為事實上在過去兩三個星期 你那些州議員就是沒有進展 因為很多都是懶惰 閒關人什麼事 如果由彭斯把郭克思交給州議會 從被動的方式來捉發 我覺得是比較可取的 你也是無非去投票 票都不投 沒有說話 我相信也不會如此惡劣 你開到會 他們自然會合襪 無論用主動的捉發 或者是被動的捉發 只要阿里桑拿州能夠成功地翻得到盤的時候 都很肯定會出現一個骨牌效應 現在只不過大家在等著究竟誰做龍頭 現在每個人都要有先例可緩才肯走 如果阿里桑拿州肯做這個角色的時候 那就最好了 至於朱利亞尼第二項的預告是什麼呢? 他提到喬治亞州的情況 他說預計在未來幾天將會爆出至少一項大資料 究竟是什麼資料呢? 他就賣了個關子 但是他就說和這個投票機是有關的 因為喬治亞州的參議院核下的選舉法研究小組委員會 近日發佈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就是關於大選的情況 朱利亞尼就說這份報告是一個突破 因為這份報告揭示了票站的工作人員 在沒有人監督點票的那段時間 似乎進行了一些有協調的不法活動 朱利亞尼又補充了 說這份報告的發表可能會觸發到喬治亞州召開特別會議 撤銷原先的選舉結果認證 在這個理論上是做不到的 其實都可行的 因為喬治亞州的參議院有56席 共和黨佔了34席 眾議院有180席 共和黨佔了103席 有凸是有餘的 過半有餘的 如果他真的召開得到的時候 那就好事吧 當然 究竟是主動觸發還是被動觸發 暫時來說就不知道 因為朱利亞尼沒有提到 但無論哪種方法都好 條條大路通羅馬 你開到特別會議就可以了 你不要開都開不了 說了那麼久 那些州議員有些又是特別立羅 不知道在做什麼 作為一個觀眾 你都會騙他早急 時間一天一天這樣過 好了 然後再說一下 第三件事 就是越來越多國會議員 表態了 其中一個就是Ted Cruz 之前那些左膠猛打他 又說Ted Cruz如何出賣香港人 這全部都是借商成毒 根本上扭曲了別人的原意 過去一個多月 選舉出現了這麼多狀況 又不提 這班左膠根本上就是其心可諸 所以大家不用讓他們帶一封向 走去打這個Ted Cruz 黑魯茲 人家是無辜的 對嗎 況且共和黨一向 他們都是不喜歡那些 移民和難民的 根本上他們就是看不慣Ted Cruz 其實就是很支持特朗普的 而且Ted Cruz 對於今次選舉 所出現的種種問題 他是相當界懷 他一定就是要尋求真相 和捍衛民主選舉的制度 所以就被那些左膠打 其實不單止Ted Cruz 另外有一位非常關注香港情況的議員 叫做George Hawley 霍利 霍利一樣都是很支持特朗普的 這兩位議員同時都表態了 就說 願意在1月6日的國會連席會議之上 是提出反對的聲音 是挑戰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那麼你看得到為什麼那些左膠這麼討厭他們 根本上就是別人因為對於公義的堅持 那些左膠對公義有什麼堅持 一米一來爭取自己的利益 美國都不是欠了香港 尤其是共和黨在處理移民和難民的立場上 所有人都知道是傾向保守的 那這個傾向保守 對於美國優先的情況來說 是否錯呢 我又不覺得是錯 等同於在二三十年前八十年代的時候 香港人都懂得叫不漏道拉 叫越南旋民不要來 聯合國叫你做第一世榮港你也不肯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突然之間暴增了那麼多人進來 你也要有個機制 防止滲透 而且要安置得到那麼多人才行 你說去就去 況且我都說過不少次 真正有急需要去的 根本上就已經被人沒收了的護照都去不了 你現在可以去得到美國的 其實同樣去到英國 只不過這些傢伙選擇不去 所以就叫多什麼魚 我們說回 越來越多國會議員就表態了 所以就肯定得到 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就肯定達到挑戰的最低門檻了 就是說最少有一名參議員和一名眾議員 提出書面的反對 現在肯定可以了 50個州都可以了 因為已經有幾名的參議員提出了 說要願意挑戰 眾議員方面就更多 這個我解釋過為什麼了 就是因為眾議員要直接面對民意的機會 是多很多的 比起參議員來說 最後就想講講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馬康諾爾 這個就是奸鬼 他就宣稱 要將拜登所委任的內閣成員逐個來表決 他這個 大家不要以為 哇 他都似乎是做把關 這些不是叫做把關 這些叫做把屁 為什麼這樣說 你在這裡說 要逐個認證他那些成員 就是說 你要打算做難路虎 其實你不就是變相 已經承認了拜登當選 他這些招數就叫棉女藏針 所以難怪特朗普呼籲馬康諾爾 叫他身為共和黨人 就要作戰下去 不過這個也不是共和黨人 就叫做名義上的共和黨人 浪費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